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悄悄的 没人发现它是水晶 傍晚 它饿了 用珍珠买了一个面包 面包店老板捉住了它 想获得更多珍珠 老板的儿子却放走了它 小水晶回到水底 时常想起那只猫和那个面包店老板的儿子 至于面包店老板 它早忘了 有一点 春天在故事一到一 还有那些传统的地 春天在故事一到一 还有那些传统的地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